女股现在跌破3000点 自己赚了16% 苍蝇蚊子也是肉 贵州茅台酒 一个字不能多 一个字不能少 贵州茅台 还有一个兄弟 在台湾 这个奖章 被如今的贵州茅台拿来宣传 而且把银奖 说成了金奖 茅台酒的最高定届 不是酿造 而是钩盾 到了茅巴时 就黄得很明显 黄得很彻 黄得很高贵 这种品质茅台出现的地方 才是真正的高端场所 上次发了一个 讲巴菲特·波克希尔·哈萨维的视频 就有粉丝私信灵魂考案 你发的这个视频 看着挺好 可是有啥用的 波克希尔·哈萨维的股票 咱肯定是买不起 不过在视频里我提到 就是波克希尔的走势 和标准普尔500的走势 其实上是差不多的 巴菲特特别推崇 买标普500的ETF 通过那个视频 我们看 巴菲特的投资 他都是在碰到什么 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的时候 大局买入 那么我自己 就买了一些标普500的ETF 因果现在跌破3000点 自己赚了16% 虽然3万多块也不算多 但是苍蝇蚊子也是肉 对吧 不过这里 我不是推荐大家去买 毕竟你买的价格 和时间点更重要 不然少不了进去就亏 不过希尔·哈萨维的视频 咱们今天翻篇了 聊点别的 说话说的民以实为天 不管你是企业老板 还是领导干过 都逃不过美食的诱惑 所以无酒不成席 喝酒和吃饭一样重要 餐桌是领导干部 企业老板们 吃一常工作的重要商品 每每餐训 那必须是拧上几口 方能放开平时紧绷的神经 好好地体会一下 在高贵的皮囊之下 残存的一丝丝 凡夫俗子的简单快乐 那么为了愉悦 谢谢大家的兴起贴近人民群众的兴趣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领导干部餐桌上的快乐水 茅台 说到快乐水 最让人高山扬指的莫获于贵州茅台酒 贵州茅台酒历来是各地领导的最爱 一杯茅台下肚 才能扫兴一天工作的疲惫 品尝人民群众万千爱戴的滋味 当然领导干部要分个级别 茅台快乐水也有个369等 那么新年快到了 我就带大家品一品 369等的贵州茅台酒 虽然各种酒我自己也喝过很多 但的确也没有太多机会喝过茅台 大家都喝过什么样的茅台 什么价格的茅台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对号入座一下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茅台 你可能觉得我的问题很幼稚啊 谁不知道茅台 先别急啊 你可以把你认为的啥是茅台写在评论里 然后再看看我说的和你想的一样不一样 所谓的茅台通常是指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贵州茅台酒 这里我说的可是通常 为什么是通常呢 等会我再给大家解释 贵州茅台酒有两个系列 一个是贵州茅台酒系列产品 一个是酱香系列产品 注意啊 只有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并且标有 贵州茅台酒字样的酒才能叫茅台 这里的贵州茅台酒这几个字 一个字不能多 一个字不能少 这个酒啊 如果是弄错了 就会弄错了领导的职务 叫错了领导的名字一样 就尴尬了 要倒给领导们带来快乐的 可不止是酒精 更重要的是 这几个字代表的身份和地位 除了正宗的贵州茅台酒系列之外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酱香系列酒 比如说茅台1935 汉酱 茅台王子酒 贵州大雀 茅台迎宾酒 这些酱香系列的酒 其实也有品质很不错的 但是在价格和知名度上 是完全不能跟茅台酒相提并论的 咱们现在说一下 为什么通常是指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贵州茅台酒 因为贵州茅台 还有一个同宗同源 一脉相承的兄弟 在台湾叫玉山茅台酒 民国的时候 茅台镇有20多家酱酒烧房 当时的中国 其实没有品牌的概念 茅台镇的烧房 都可以叫茅台酒 那1915年的民国政府决定 把成义和融合两家酒房的酒 合二为一 而以贵州公输酒的名义 作为贵州的特产参加 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这两家收耗的茅台酒 最终获得了五等银制奖章 这个奖章被如今的 贵州茅台拿来宣传 而且把银奖说成了金奖 那么1949年 国民党知道台湾 对茅台酒情有独钟的 何应青就把茅台酒的 所有的制酒设备 酵泥 原浆酒 酒区 酿酒室 全部运到了台湾 并在玉山重新建厂 销售这个玉山茅台 其实玉山茅台酒 也是正宗的茅台酒 1954年茅台酒厂注册了 麦穗围绕五星的 五星金轮牌商标 这就是后来我们说的五星茅 但是因为当时国际上 东西方阵营冷战 五星商标的元素 严重影响了茅台酒的海外销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茅台酒厂在1958年的时候 就设计了一个敦煌飞天 壁化元素为主题的新的商标 寓意是友好的外交使者 海外大受欢迎 从此茅台酒初步形成了 五星金轮在国内销售 飞天销往海外的格局 两者的区别仅仅是 商标和包装的不同 在生产过程和酒制上 其实没有任何的差别 目前飞天茅台的产量最高 并且不再是出口专购 成了市面上最常见的茅台 也是各级领导干部 达官显贵 最常喝的饮料 这里我要提醒一下 一瓶500毫升的 53度的飞天茅台 售价在3000多的样子 如果你心里好奇 在电商平台上 看到的很多茅台 没这么贵 可能才1000多 那大多数是因为 那个是43度的 不同的茅台 因为度数和年份 差别是很大的 那么价钱也会差别很大 飞天茅台和五星茅台 为代表的酒制 即所谓的飞天酒制 或者叫普茅酒制 使用的范围非常广泛 普通的飞天五星茅台 定制茅台 文化茅台 以及常见的茅台生肖酒系列 以及一些企业名人的定制酒 等等等等 其实大多都是飞天酒制 尽管这些酒价格相差很大 但是口感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于吃米茅台的 各级领导干部来说 茅台酒厂的 小批量勾兑产品 也是非常棒的选择 所谓的小批量勾兑 指的是茅台酒酒瓶身上 小批量勾兑的字样标识 一提到勾兑 很多人会第一时间 联想到弄虚作假 或者误认为勾兑 就是三斤一水 食用酒精 香精 糖精和水的勾兑 第三酒的勾兑 的确是用食用酒精 香精 勾兑出来的酒的味道 说白了就是造假 但实际上勾兑 是指不同风格的基酒 和一定比例的调味酒 混合在一起 存放稳定一段时间 然后品评合格之后 再出场销售 是白酒酿造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一道重要工艺 茅台酒采用12987工艺 生产周期用食一年 期间呢 两次投凉 九次蒸煮 八次发酵 七次取酒 然后除酒三年 勾调后 存放一年 检验合格后方客出场销售 那么所以 一瓶茅台从投产到上市 共要耗时五年的时间 茅台酒的勾兑过程 需要进行七次取酒 那么所以光是激酒就有七次 然后以酒调酒 不加水和其他香料 才形成了茅台柔顺优雅的味道 茅台酒的最高境界 不是酿造 而是勾兑 那么所以说 勾兑的技艺 决定了茅台白酒的品味和档次 而茅台酒所标示的小片勾兑 就是茅台酒厂 首席勾条大师 在茅台酒传统生产剂的基础之上 甄选不同年份的茅台酒 小批量的精心勾兑而成的 然后使酒体达到理想状态 再生产而成的上层产品 那么与普通的茅台相比 小批量勾兑 采用的鸡酒和调味酒更加的冷 酱香更浓郁突出 陈化效果更佳 口感更绵柔 小批量勾兑 在众多茅台酒中占比不大 可以说这些好酒 只为真正懂酒的领导干部准备 闲暇的傍晚时分 约三五个真正懂酒的好友 金杯饮斩 美人入怀 畅谈天地 我骨论金 所谓醉酒 是对酒的最大的尊重 不醉不归 饮酒的快乐不就是如此吗 对吧 不过小批量勾兑茅台 对一般人来说 也只能远观不可卸弯 咱们刚刚提到 白酒都是鸡酒勾兑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鸡酒呢 咱们从字面上来看 鸡酒就是指基础的酒 就是半成品酒或者原浆酒 那么原浆酒是通过发酵蒸馏出来的 没有经过任何的勾桥工艺的原酒 就是鸡酒 而且刚出来的原浆酒 需要经过一年或者三年以上的储藏 挥发掉酒体中的有害物质 那么原浆酒又分为鸡酒和调味酒 那鸡酒为瓶装白酒勾兑调制的骨架 一般来说在勾调的过程当中 鸡酒的成分占比是20%到60%之间 其中高端的白酒 鸡酒占比相对较高 而低端的白酒 鸡酒占比相对较低 不同质量 不同口感和不同风格的酒 需要选用不同的鸡酒 而且选好鸡酒后 再根据风味和成分 用调味酒进行微调 而是酒体丰满协调 在我国传统的白酒中 真正好的白酒都是以酒调酒 并且经过调酒师的精心调制 将不同年份批次的酒 按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制 并不断的品尝和调整 以达成自己的那种需要的风格 比如茅台酒和五粮液 都是酒对酒进行勾调的 就鸡酒库存量来说 茅台还有20万吨鸡酒的库存 而据称价值上万年 真品茅台酒是茅台酒厂 1986年开始 推出的一系列的高端茅台酒 真品茅台酒是因为酒瓶的左下角 有真品二字而得名 那么该酒以存放多年的 陈年鸡酒勾典而成 那么酒质和价格 均高于普通的茅台酒 其包装跟我国传统的 雕刻艺术相结合 包装还负责很漂亮的 青铜酒绝 一瓶500毫升的 1997年的真品茅台 价格超过一万元 92年的真品茅台 两瓶就要卖七万五千块了 其彰显的王侯气质 深深打动了 各级领导干部的芳心 饮真品茅台 已经不是单纯的在品酒 而是在品的是 美酒背后的传统酒文化 一北真品茅台下渡 我醉均服乐 陶然共望纪 喝的是位高权重 讲的是淡不明丽 陶嫂然霸人士的 机巧之心一扫而空 显得多么的无奈 淡脱而田圆 比真品茅台更高一档的是 陈酿和国宴品质的茅台 那么这个档次的茅台 实打实的已经脱离了底层人民群众 所谓陈酿 指的就是具有陈年茅台酒的品质 用陈年轿藏的机酒勾兑而成的 精品陈酿的茅台酒 至少用轿藏十年以上的机酒调制 通常以降色品灌装 曾专供国宴招待 所以叫国宴酒 2016年工商总局规定 白酒不得以专供特工门名生产 茅台酒就取消了国宴专用酒的生产 那一般的人基本上是没什么机会了 这种酒是喝一瓶少一瓶的绝版好酒 就是对于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来说 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而陈酿品质之中 有一种更优质的特质陈酿 它的产量极少 酒质也更好 主要是各类外事活动中 被当作国礼 赠送给外国元首和贵宾的 那么这个级别的茅台 在现实中已经很难见到了 这种品质茅台出现的地方 才是真正的高端场所 这个档次的茅台带来的快乐 已经完全脱离了酒精带来的虚幻梦境 只剩下纯粹的为人民服务了 若是事实上还有什么 比特质陈酿更美味的快乐水 那必须是年份茅台 那么年份茅台主要分 15年、30年、50年、80年几种 注意年份酒的数字 并非指的此酒生产至今的年龄 而是用该酒酒铃的基金 按照这个酒铃的标准进行调制 最终生产出口感、纯度 与之相近的茅台酒 比如说30年的茅台酒 只能使用不低于15年的基酒 按照30年陈酿的贵州茅台酒的标准 勾兑而成 年份茅台中以80年陈酿酒 称号最为响亮 它是以1915年巴拿马万国不赖 会是珍藏的老茅台酒作为基酒 精心勾兑而成的 美瓶均有编号和证书 是国酒之尊 就酒制而言 80年的陈酿酒 的确是量产茅台中最好的 这种酒制的茅台 也是茅台最珍贵的酒 当然价格也是最好的 一瓶大概将近30万 而最党的茅武士才3万块 错了整整十倍 陈酿的茅台酒都会略微的发黄 而且年次越长 酒体越会发黄 市场上面为了迎合顾客的消费 很多不凡的赏商会掺一些色素 对白酒进勾兑 提高色泽度来吸引顾客消费 这些造假的不算 如果你把普毛 珍品 陈年 年份茅台放在一起 还是可以很明显的 看出来酒体的差别 一般的普毛新酒是无色透明的 那到了毛巴时 就黄得很明显 黄得很彻底 黄得很高贵了 所以说要想入脑 入心入魂 还必须要年份茅台 这样的珍修欲录 低界下位之徒是喝不到的 只有那些真正地位崇高 同时呢 好酒如命的人 才有机会享用这最顶级的快乐粉 好了 我是志向 你有没有喝过茅台 喝过哪一个品种的茅台 有没有品出什么滋味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我都会仔细看大家的评论 一一回子 大家喝过什么 大家喝过哪种茅台 什么价位的 大家喝过什么茅台 大家喝过什么 大家喝过哪种茅台 什么价位的茅台 除了正宗的 会的茅台酒系列以之外 除了正宗的 会的茅台酒系列外 茅台迎冰酒 这些酱 茅台迎冰酒等等 不是我说的这个53 50几度了 但是口感基本上是一样 那么对不起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